高鐵探索館 好厲害 後來就有我帶大家來逛一下 請再跟我來 算是說整個列車 整個列車的角度 目前自己覺得設定是最好的 所以說一般的民眾 或是因為他自由參觀的話 他們可以在這邊做一個拍照 等一下第二攝影點再帶大家來逛 如果大家拍完的話就請再跟我走 謝謝 好可以了嗎 OK的話就跟我走 來請各位跟我走 大的零系的符號之外 這邊的話是介紹我們整個地景公園 一個展場的設計 這展場設計主要還是在於 說除了列車之外 這邊還有公園的設計 這個設計旁邊的植栽 都是採取我們整個 台灣本土的植栽去做種植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屋頂的部分 那屋頂的話就是它以一個 三軸全全目樑的方式 讓我們體現出 我們這個世界第一代的 高鐵零系列車 然後這個三軸全目樑 它以三軸交錯的方式 營造出這個扇行車庫的一個 空間意向來做為 我們台灣高鐵跟這個零系 第一個我們台灣高鐵 這個列車展示的一個 空間場域的設計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邊上面還有資料讓你自己看 那緊接一下的話 請各位媒體跟著我 進車廂 請各位陸陸續進來 可以自由看一下 那我這邊就一面看 我一面跟大家做介紹 好 好 欸 裡面有電了啦 先往裡面看 好不好 先往裡面走都可以 你們可以一面走一面看 然後一面看一面聽我說 好 那我們讓後面的朋友一起進來 之後我們再一次講 好 好 那基本上 我們這個做一個線界量測的話 那顧名思義啦 就是說我們在興建的這個 整個土建工程啊 完成之後 那列車要進到這整個 這個路線上來的時候啊 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他當時一個設計的整合上 如果有點問題 例如說他月台啦 軌道啊 這個部分他設計上 他有些工程單位 他沒有完完全全做得非常好的話 那可能我們列車進到月台啊 或者是在路線過程當中 會撞擊到一些突出物的話 那當然就會造成一些 那個列車的損傷 可以影響到這個安全啊 跟舒適度的問題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土建工程完工 到列車進來之前 我們必須 這個後續的這個系統整個 做一個整體的檢查 所以說 要做一個所謂的線界的進空的檢查 所以說 我們就引進了這個 跟我們700T size 完全一樣的一個零系列車 那零系列車是全世界第一種高鐵嘛 所以說 他在2004年的時候送來台灣的 送來台灣之後呢 他就是說把原來這個列車 送來台灣之前 就把本來的客運的列車 拆除大部分的座位 然後裝上這個量測的儀器 那量測儀器的話 現在中段 在這邊有超音波 跟探針的部分 然後等一下我們知道 後面還有尾端的部分 那為什麼叫花魁車 等一下我在後面尾端的時候 再跟大家做介紹 做解釋這樣子 那基本上 他中段的那個超音波 跟探針的部分 他如果說 他在列車站以後 後面有火車頭推送的狀況 如果有撞到 或者是說他用超音波 去做檢測 如果說有低於 他的建築界線的話 他這邊的話 就是中段跟尾段 他這邊每個探針 跟監視器 他的燈會亮 然後這邊呢 有些相關的尺寸 就是這個電腦 他在操作的時候 他有些相關的尺寸 的一個顯示 那如果說他這邊 會發出這個 紅燈 會有 就是他會有一個警告聲的話 他這邊有一個工程人 就會去做一個監測 然後發現說 我有撞到東西 然後這邊有發出警訊 那就做紀錄 他是在什麼路線 什麼地方 所以說 這個是一個監視的主機 那我們到這邊來的話 就是說 如果說他這邊的話 這超音波的這個探頭 這邊就是超音波探頭 跟這個外面有探針的部分 那如果說他這邊就是說 在監視組件發生 阿浪 或者這些相關的警訊的時候呢 他這個工程人員 怎麼樣 就是說因為我們本來的高鐵 因為風壓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的窗戶 是一定都是密封型的 那但是你要做檢查的話 就必須要讓這個人 能夠探頭出去看嘛 所以說呢 我們就把左右兩個窗戶 鋁門窗 把它做一個改造 把原來窗戶把它打掉之後 然後變成這一般的鋁門窗 可以讓人開窗看頭出去看 但是你只能看兩邊啊 那萬一他的訊號 是來自上面怎麼辦 所以說各位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就必須改造車廂 把它變成一個 上面有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觀測瞭望台 做一個台梯子 所以說呢 會有一位工程人員 他會爬上去坐在上面 然後在上面 因為這個 會撞到冷角很危險 所以是給大家看一下就好 所以說這上面就是有一個 這個觀景窗可以上去看 好這樣子 好那等一下呢 我會在這邊跟大家介紹那個駕駛 它不像我們700T 等一下說說各位媒體朋友 如果等一下進去看的話 那個700T 我們700T的駕駛商 就是大家已經進去 是個平面的 可是等一下如果說各位媒體朋友 這個大家可以讓我分別進去 因為它的空間非常的局促 那我像我那種胖 可能我一進去就把它塞住 你們開罩就好不合理 不好拍 所以說等一下各位 可以從那邊進去 稍微看一下 給大家一些時間這樣子 那基本上它的駕駛商 可以看它就是說 非常的 它有個高階 有個高台 這個整個的一個踏階 非常的高 那它跟我們的整個 現在的700T駕駛商 有非常大的不同點 那各位媒體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這樣稍微自由參觀 不好意思 發軌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是日本江戶時代 他們意記的一個法毯 那這個法毯的話 基本上為什麼會是 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車子等於是說 它的法毯等於是它頭圍的部分 讓它頭圍一圈然後向外 輻射出去的一個 它的一個法毯 但是我們高鐵的這個 這個在車廂的中段跟尾巴 它就是說它這樣子的一個探針 看起來像輻射出去 就很像這個意記的法毯的 一個配置的方式 所以日本它把這個車子 送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把 覺得這個東西很像 他們意記的法毯 然後他們意記的最高等級 又叫做花魁 所以說 他們就把它 暱稱為花魁車 等到它把這個歷史 告訴我們之後 那我們就把它 也一樣把這個名字 定名為這個部分 所以說 這整個是從 它當時日本 他們的一個暱稱 整個移轉過來的一個稱呼 如果 剛才沒聽清楚的 可以再問我 所以說 以後有這些外籍的朋友 他們可以有英文跟日文的 手機 可以掃 可以有些相關的資訊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台灣鐵道科技歷史 當然就是說 我們從台灣第一種火車 到我們先來騎擺提列車 因為在台灣鐵道歷史上 非常重要的 有這個算是說 交通空間革命的列車 我們就把它做一些羅列 跟一些呈現 所以說呢 這個騰雲號 還有我們這個好飛快車 DR2500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光華號 當時都是可以在 五個小時以內 就可以從台北到高雄的 這樣子的高速的列車 那再來就是 EM100是我們鐵路電氣化的一個列車 那到最後才是我們七百題 但是呢 這邊要跟這個副院長 董事長 總經理及各位貝兵說明 是說 我們已經有留一個註位了 在我們七百題旁邊留一個註位 我們新世代列車在三年內 兩年多的時候 就會送到台灣 所以說 我們會在那個 這個列車到達的時候呢 也將最後一個註位 把它留起來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跟介紹 所以說呢 這邊是我這個 整個探手館的一個導覽跟說明 那如果說這個副院長跟董事長 還有總經讀我 還有各位貝兵 如果不清楚的地方的話 可以在私下 再來問我啦 那我暫時之後 再介紹到這裡 好 到一段落 謝謝